退出时代力量后 立委洪慈庸林长佐 找来激进党立委参选人陈柏惟 成立新联盟前线 代表台湾民主防线最前线 香港的情况 其实大家一直害怕 我们的生活方式被改变 从这几年 中国对台湾的打压 中国国民党一直站在 中国那一方 我们这是在全球阻挡 中国势力威胁的最前线 也是在这一次选战 站在民主的最前线 随着香港民众反进蒙面法 抗争升温 还有台湾的芒果干议题 持续发酵中 三名本土派被视为小绿的 立委参选人联手 共同理念就是抗中保台 原本连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吴英龙也打算加入 但因为另有规划 没有出席 大小绿未来可能采取 合作串联方式 汇集选举能量 前线代表的是 国际社会在抵抗中国渗透的前线 台湾绝对是站在第一线 从年轻改革到转型争议 再到婚姻平权 国民党 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国共势力 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些重要改革 都说要改回来 分区的部分 我们一定能够怎么样 在代表台派的青年政治人物里面 去建立一个没有包袱 然后这个没有后顾之忧 并且站在正确的台湾历史观 以及正确的价值观的道路上 三人来自不同背景 挑战艰困选区 林长佐和洪慈雍 虽然是现任的立委 但没有政党资源 参选台北中正万华区 以及台中第三选区 至于激进党的陈柏维 则是台中第二选区 没有强大母鸡的他们 联手打团体战 避免被边缘化 2020后 范绿阵营能否在国会 继续维持过半的优势 前线成员势必扮演关键角色 最强前线 台湾胜利 台湾胜利 环宇新闻 宋军毅 江浅东 张哲豪 台北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